明夏位于我国西北部 是千里黄河滋养孕出的赛上江南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 也是中国最早种植葡萄 并酿造葡萄酒的地区之一 地处北纬38度的宁夏赫兰山东路 是世界公认酿酒葡萄种植的黄金地带 占全国酿酒葡萄的三分之一 近年来酿酒葡萄种植和葡萄酒产业的快速发展 不仅将地处宁夏赫兰山东路的35万亩戈壁荒滩 变为了绿洲 也让中国葡萄酒成为了中国向世界递出的一张紫色名片 如今每年从这里诞生约1.4一瓶葡萄酒 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而中国葡萄酒别具一格的风土特色 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酿酒师们 我是郝林海 是宁夏赫兰山东路葡萄与葡萄酒联合会的主席 我在宁夏工作已经50多年了 也是在工作期间我与葡萄酒接缘 说起最初让我认识到宁夏适合种植酿酒葡萄 还有一个小故事 上世纪8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陪同一个外国记者团 在宁夏的葡萄园里参观 其中有一位是葡萄酒的专家 他随手地从葡萄藤上摘了一个果实 然后在自己的手指架上反复地搓藏籽藏皮 然后说这是很棒的酿酒葡萄 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中国也可以发展自己的葡萄酒产业 于是我从零开始学习葡萄酒的有关知识 希望与大家一块把中国的葡萄酒产业和葡萄酒文化发展起来 从2012年开始宁夏举办国际酿酒师邀请赛 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学习国外成熟的先进的理念和经验 助力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 2016年我们邀请了一位有着丰富酿酒经验和熟悉中国的法国酿酒师 尼古拉先生来到了宁夏 大家好 我是尼古拉比约格里玛 是来自法国布尔多的酿酒师 布尔多因其葡萄和酿酒产业而闻名 我对葡萄酒的喜爱来自于家族传统 我的家族从祖上开始就经营酒庄 世代从事这个行业 到今天已经是第六代了 我是一个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喜欢挑战的人 所以当有朋友跟我聊起中国的酿酒业 说中国正在建设酒庄酿造葡萄酒时 他问我为什么不亲自去看看 我说好啊 为什么不呢 我与中国葡萄酒的缘分从此开始 2016年来到宁夏后 我就把精准农业的理念带到了当地 采用高科技手段 这套技术应用了人工智能 让我们了解了植物的需求 更加细致地改善葡萄苗 葡萄和葡萄酒的质量 我是何赛 是西班牙的酿酒师 2012年我第一次前往宁夏 参加宁夏赫兰山东路的首届国际酿酒师邀请赛 这个比赛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大赛中有50多名国际酿酒师参与 最终包括我在内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七名酿酒师进入了决赛 当时所有的酿酒师都必须使用宁夏当地的葡萄 作为大赛中制作葡萄酒的原料 最终我酿制的一款白葡萄酒 在比赛中被评为最高品质的葡萄酒 我在宁夏工作了七年 担任酿酒师技术顾问 和同事一起通过葡萄酒 将其热情和文化传播开来 帮助酒庄酿造出最高质量的红酒 并达到国际标准 宁夏最深的特色是至关重要的 这片土地为世界产出高质量的葡萄酒的 潜力无限 我很想念中国 也很想念宁夏 我也希望尽快见到我的朋友们 宁夏有着非常优秀的自然条件 但要想酿出好酒 还需要更精细 更规范的国际标准 来自世界各地的酿酒师们 带着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来到宁夏 把国际标准和认知 与宁夏独特的风土相融合 创造出独具这个产区的有效经验 也酿造出独具中国特色的美酒 成为一座中国对话世界 世界了解中国的桥梁 掌声有请故事主人公登场 共赴和美之约 以酒为美 连通中外 中国葡萄酒 当今世界书 与酒为美之约 我们在中国的友谊 我们在中国的友谊 和美之约 让我们掌声有请 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与葡萄酒 梁卓会主席 郝林海 法国酿酒师 尼古拉·比约·格里玛 西班牙酿酒师 何赛·赫尔兰德斯·钢萨雷斯 来 欢迎三位 请坐 刚才通过短片 我们看到了2012年的时候 首届国际酿酒师邀请赛 在宁夏举行 那郝先生 能不能简单地介绍一下 当时是怎么想到 要办这样一个邀请赛呢 大家知道葡萄酒本身 就是一个跨国界的语言 中国要想做 让世界认知的高品质的葡萄酒 必须有一种国际的誓言 当时我们就想 要和全世界不同产区的内行 专业人士做交流 所以就举办了 国际葡萄酒酿酒师的邀请赛 当时报名了大概有上百个酿酒师 其中就包括 Nicola和何塞先生 葡萄酒产业在全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很传统的产业 尼古拉先生包括这一批酿酒师他们来了以后 除了带来了他们传统的一些做法 更多的提供了一些新的视野新的视角 大大的促进了中国宁夏葡萄酒的这种产区的建设 到目前为止 现在宁夏葡萄酒产区的酿酒葡萄的种植面积 已经有将近60万亩 现在有200多个酒庄 每年能够解决当地十几万农民的就业 很了不起 我想知道尼古拉先生 您在中国有多少年的生活经历了 第一年是1987年 我发展了一些东西在沙东 然后在新疆 在云南 在澳南 现在从2006年 我发展了一个新的计划 在宁夏 有什么很趣 这真的是变化非常的大 像这个就是最原始的 没有种葡萄 没有建酒庄的镜头 现在实际上已经种了葡萄 用的是荒地 绿化了大概三四十万亩 它很好的和宁夏的这个黄河的质地 生态保护结合起来 如果要是二十几年前去看 和现在去看 完全是两个样子 这绝对是旧冒幻新颜了 不仅是葡萄酒产业发展起来了 其实也经由种植葡萄而大大的改善了当地的生态 何赛 您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 和现在一点变化都没有 还是这么阳光帅气年轻 所以我跟我们在一起 以来的一人 descon屬建设技术 统修会和声碍都没有 从2012年来实际上 由于我来自从2012年来 これ以来的感受 我把今年 我一边听着他们在分享啊 就一边在心里替好先生感到高兴 我相信您自己也觉得特别特别欣慰 当年决定要办这国际邀请赛 就是广纳四海精英 吸引他们过来 带着智慧 带着灵感 带着创造 最后又让宁夏的葡萄酒发展起来之后 走了出去 所以说世界之美何而不同 这美酒也是当中很好的一个代表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 我们也来品品酒好不好 好 尼古拉先生和何赛先生分别带了两款酒 40岁的葡萄园 18岁的葡萄酒 所以我们这手中捧着的 不仅是美酒还是历史啊 我们经常做的 首先 酒的饭需要适合 首先要在眼睛 然后在嘴巴 然后在嘴巴 所以首先我们看着白 然后可以看到 你能看到 我们仅然有点滋味 在嘴巴 再看看其他几款 好 这款酒是尼古拉先生在中国酿的 马斯兰 它是紫罗兰的颜色 非常漂亮 香气也很独特 紫红色 这两款一比 确实这款色泽要更深一点 马斯兰是两个传统的老品种 杂交的 过去在欧洲主要用它来调色 调配用的 没想到到中国来以后 它表现非常独特 现在是在中国 是一个非常热的品种 当年也是它从法国引到中国来的 我带了两个酒 在宁兰 是一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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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 谢谢 这就是2012年 我们搞第一次大赛的时候 它获奖的这块酒 就是这块酒 那我们得闻一闻 是一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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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盒的味道 是一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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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灿烂 干杯用西班牙语怎么说 法语怎么说 是不是还有一种说法 清清 清清这个说法 有什么来历吗 清清这个说法 最早就是来自于中国 据说最早法国人 来到中国的时候 发现中国人喝酒的时候 喜欢说一个字 请 请 您请 觉得这说法很有意思 就带回到了法国 哦 有意思 来 清清 清清 完全是另一种口感 西班牙的阳光 感觉到了 除了酒 我看到桌上还有两件 非常有意思的酒器 这另外一块 这个呢 就是喝起来方便 把酒倒上去 我不用酒杯了 我喝完 你喝 你不沾嘴 直接往嘴里倒 哦 这是现在西班牙人 使用的一种酒器吗 要的就是那个节庆的氛围 那今天在现场呢 我们也要请我们的嘉宾老师们 一起来品尝 中国的好酒 葡萄酒经由古丝绸之路 传入中国 而今天呢 中国的五粮夜 将来自中国的大米 糯米 西亚的小麦 非洲的高粱 美洲的玉米 它们和谐的交融在一块 最终成了手中的一杯佳酿 五粮夜积极响应 共见一带一路倡议 用美酒 连接起和而不同的世界之美 那就让我们一同干杯 用手中的和美五粮 一起共襄圣举 播化未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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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高举起 欢乐的酒 杯杯中的美酒 是人心醉 这样欢乐的时刻 虽然美好 但重真的爱情更可贵 我们的爱情更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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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魅 入门 夜 Anyway 在一起 中个人 故事 当 一个 夜 夜 欢 predecessor 克 咱 让 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美酒入口 情意入心 就让我们衷心地祝福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谊 如这香醇的美酒 回味悠长 历酒 弥心 美酒入口